左下腿的后车拉紧的桶 左下方的 左下腿的后车拉紧的桶 左下腿的后车拉紧的桶 我有看到拜登了 有看到拜登了 今天拜登应该 应该成为 热锅上的蚂蚁 热锅上的蚂蚁 中国曾经有一句话 叫做 越南无人自然 除非进末尾 越像 人家不知道他干的这些事情 你除非没做 你做了就会 最会被发现 现在把他的牢底一天就挖出来了 一天就挖出来了 牢底一天就挖出来了 形成了一个万万千千的一个 就拔了话题 我们应该说拔了话题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事情 每天看到 不是投机 只是投机没狗 这样的事情 是出卖国家利益 每天 都在忙着 出卖国家利益 出卖国家利益 现在 已经越来越 正式了 越来越正式了 就是每天他要干的事情 就是出卖国家利益 就是出卖国家利益 那有人认为了 这个国家利益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不然他的方位不一样 我们如果作为一个 一个美国人 那么他们就会考虑到美国的利益 如果一个家庭 那么就是会考虑到家庭的利益 一样的 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拨了二奶 外面有二奶的时候 那是不是 我们在观察这个家庭的时候 就发现不是为了家庭利益 你要把二奶这个因素 要放进去 总体考虑的时候 才对 还是维护这个大家庭的利益 一样的 那为什么现在搞那个 出卖美国利益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 他们一虎 不是站在美国地球上面 而是站在全球利益 把整个地球上 作为他的瘦肉铁 对 哪里 川普只考虑一个美国的话 人家坐下来 对对对 好像看得明白 就是 美国有些 那帮子 那些 麦克谁啊 他考虑在全球怎么收获 在全球怎么收获 那美国只是一个小棋子而已 对他们来说 这个小棋子而已啊 所以呢 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呢 根本不会把 说美国放在 第一位上面 爱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我只要能够 获得最大地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 那些家伙老是 出卖美国地益 哦 原来他们的全球化 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 技术上 那个 美国人排 第25位 第26位 在他们也里排 25 26位 还是都极大细位呢 就看他干的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的重要性 他觉得这个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 那就排位前一点 如果这件事情对他不重要 那排后一点 就不存在什么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这样的想法 而川普考虑到美国优先 这个 人家就是说 川普 有点 不奉 没有奉度了 直接到当 去同人家去 正能交纳 向美国交经费 我保护了欧洲 应该交费了 好像看起来自相难看 因为川普定的就是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第一位的时候 所有在干的事情就是 为了这个东西 有的人就很恨 很华人 很恨 川普 也没有去保卫 香港 他是美国的总统 美国优先的情况下 那么 香港放在什么位置 不应而异的吧 难道叫川普认了 认了美国 然后去管香港钱 所以 所以他们的 脑袋有问题 他以为 他们的想法就是 叫川普去接任 美国的特首才对 我们这样 一向应该明白了吧 一向应该明白了吧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和 和前提化 在他们的框架之内 漏得最大的利益 他的行为方式就不一样 总之一句话 他们为了漏最大的利益 来出卖美国的利益 所以现在拜登了 和他们一虎的 人家越来越看不懂 越来越看不懂 为什么放他们的非法移民进来 原来是为了全球 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后他们 他们的党派要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不是美国得到最大的利益 他们党派能够得到选票 就把这些人放进来 放进来一个帮他们投票 就这么回事吗 原来以为 设计的天游户呢 现在 一件事都暴露在阳光下的 暴露在阳光下的话 烫的就像热锅上的蚂一样 都远没地方住了 再烤下去都要烤死了 要烤死了 离死不远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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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